我 我见你不在家中 就想你也许会回到这里 便过来看看 是 我想家了 所以回来看看 虽然我的家人都已离开 但只要回到这里 就还能感受到 他们的存在 夏楼 若是你愿意的话 我想给你一个新的家 你知道家是什么吗 家是这世上最温暖的牵挂 有家可回 有父母在 才是人生暂世最大的福气 家伦你知不知道 其实在我心里 我早已将你当作是我的家人 我想陪你一起走啊 这余生 是 杨家为了我 已卷入灾祸之中 你若是要保护我 那受伤害的便会是杨家 你忘了我吗 去找一个门当户对峙 安稳地过完你的一生 我问你 若我真的娶了别人 你会安心吗 可是眼前的路太难走了 我想一个人走完 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既然夜那么黑 你何必独醒 既然路那么长 你为何不让我陪着你一起走完它 杨家以为我牺牲了太多太多 我不能再拖累你 苍天不燃 我人生残破 早已没有机会 你能不能再拖累你 你能不能再拖累你 杨家你听清楚 我祈愿你这一生平平安安 我不要把你也拖进 这身不见底的漩涡中 因为我身在其中 甚至其苦 我不愿你同我一起受苦 江罗 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受 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在你身旁 为你折风荡雨 好吗 你的好 会是我人生路上恒久的命灯 可惜造化弄人 我不想再亏欠你 你回去吧 降罗 你让我紧一紧 我只要你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陪在你身边 不得了 我才能试着 我会记住 你和你身边 你帮忙 我还能把你帮忙 那你还能帮忙 你把你帮忙 我还能帮忙 你把我帮忙 你帮忙 就是宇文户一门恶霸 为异己私欲 强占民田 害这些百姓无家可归 谢谢姑娘 你们真是好人哪 肯收留我们 给我们粥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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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就会欺负我们 还霸占了我们家的田 这让我们以后 如何过活呀 是啊 我大哥要去告官 可那人说他就是官就是法 还说什么那一片 本就是无主荒田 是奉了纸赏给王公大臣的 我大哥还被宇文户 那几个穷凶极恶的手下 给打死了 是啊 是啊 救他 那都能记住我们 都是呀 我们怎么活呀 那宇文户 在接受我两支精兵之后 居然将他们打散 发派到各个州郡去 大多数将士 不愿意离开长安 于是双方便起了口诀之争 有几个士兵 兴许是言语冲动了一些 竟被那暴怒的宇文慧 活活给打死了 是我将他们送到 宇文户手中去的 我对不住他们 方才 有两个老部下来找我 说他们已决意刺杀宇文慧 为他们的同胞兄弟报仇 我劝他们 万万不能鲁莽 即便真要动手 也一定要择机而动 大郎啊 为父身为将军 必须对那数千将士的 性命负责 如今 刑事已容不得我心慈手软 那宇文户若是想要动我 我可以阴忍 但他绝不该伤我将士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 献发之恩 来 拿着 谢谢 谢谢何人啊 谢谢 谢谢 给 快吃吧 给 谢谢 新东西 谢谢 拿这东西 拿给 快给这 好人啊 当然是 好人 对啊 好人啊 好人啊 这是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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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路 你这几日过得如何 你怎么如此固执 明知是个火坑 也要往里跳 男子汉大丈夫 本就不该畏惧困苦 况且是为了你 你最近瘦了 要好好照顾自己 下路 为何有那么多难民在此啊 他们都是受宇文汇迫害 流离失所的百姓 暂避在此 不认识 江龙 我有话要与你说 宇文汇 已将两支精兵 据为己有 宇文汇 更在军中无苦杀人 他杀的 可都是我大舟的将士 所以 父亲已经决定 要对其动手 你们要杀宇文汇父子 为民除害 提天行道吧 那好 不过你们杀宇文汇的行动 我要参与 你们有什么计划 我已经得知 公主和三弟成亲之以定 但当日宇文汇并不会出息 可若是 你我也在同一日成亲 并给宇文汇送去情景 以宇文汇那般多疑的性格 我想 他大有可能 会来一谈旧情 到时 我们在魏国公府 大摆宴席 宴请相邻 我上门迎亲 再邀起过府官吏 再前往随国公府的路上 不行 万万不可 若以婚礼 引宇文汇入旺 那实在太冒险了 江龙 其实我已经想好对策 我绝对不会让我那年迈的父亲 与三个弟弟深陷险境 刺杀宇文汇的行动 由我一人来做 我定不会将火 引致随国公府 杨坚 我问你 你是想要报仇 还是想与我成亲 暂时成亲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我多想 给你一个和美盛大的成亲之礼 如今看来 恐怕是没有机会了 江龙 你是否愿意嫁给我 你是否愿意嫁给我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你这是什么 你这听话就够了 tell me 行 我这听话就够了 来 来 你这听话就不合 老鲁 原谅我 这场风雨过后 无法再陪你走下去 如若以我之名 能欢迎一世平安 我愿意 忍念不可贵 谁在依谁 或许我们都 不敢拥有 只因害怕失去 我在你眼中看到了我自己 所以更不能让悲剧在你身上重演 这一世 你我做不成夫妻 来世 枉能再续见 父亲 父亲 气死我了 杨剑与独孤家罗居然要成亲了 竟敢与公主在同一日 还摆什么宴席 请去的那帮都是贱民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公子稍安勿躁 大长仔已经知道了